财新记者从多个消息人确认,中梁集团董事长赵双连正式退休,中处梁董事长吕军接任,吕军不再担任中处梁董事长。 7月9日下午,中梁集团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,中组部副部长高选民宣布了上述人事任免,中梁集团总部多名员工在公司大堂欢送赵双连。 中梁和中处梁的一把手互动频繁,赵双连曾担任中国储备梁管理集团有限公司,中处梁董事长,2016年1月起,接任林高宁成为中梁集团董事长。 吕军,2013年10月从中梁集团有限公司,下称中梁集团调院中处梁任总经理,党组成员,2016年升任董事长,他在中梁集团有20年的工作经验。 调任中处梁前,他担任中梁集团副总裁党组成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观看